加莎 文化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林宗盛 文化 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叫王峰 我是一名髮型師 在2011年 開始做假髮 做私人定制 要上面捧一點 上面捧些 小生吃個臉 城裡旅行比較多 有的是直接沒有頭髮 因為今天之前他肯定擔心 你在店裡有沒有我想要的髮型 我說不要著急 你想做什麼髮型我都能幫你做 有的顧客當我剛做完這個獎項以後 我發現比我真頭髮還好看 我沒撿過這頭髮型 他們有意外的收穫的心情 一開始潛意識裡 就是不想讓人知道我生病了 那就是找王老師做 我說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保證 讓別人不能看一眼 就說你戴假髮了 後來媽媽反正就是天天戴 就覺得這就是自己的頭髮 就是我的閨蜜們就說 你看你做了那麼大的手術 得了那麼大的病 但是整個人看起來 就是比以前好像似乎更年輕了 讓我更加的自信 我當時來的時候 提供了一些我以前不同髮型的樣子 心情不好 因為是把頭髮自己的頭髮提光了 但是戴上了之後 我發現跟原來的頭髮差不多 拍照了給家裡的朋友 看的時候他們就 覺得這個跟你原來幾乎一樣 那我還是滿開心的 其實這個過程啊 真的是給了我很大的安慰 覺得這個可以變得更漂亮了 萬萬你不會認為 它是你給你生病的掉頭髮 它是個悲傷的事情 而是說趁這個機會 其實你可以嘗試一些你很多 以前你沒有嘗試過的髮型 有一些患者 他在沒做假髮之前 有時候他跟別人連髮都不一樣說的 戴上我做假髮以後 這時候他笑了 開心地笑了 他說王叔叔我告訴你 我自從我生病 我沒有開心過 沒有笑過 今天真的讓我從特定內心裡 失敗地笑了 我明天去見我父母 我就這樣 我母親絕對看不出來的 我感覺到有一種血鬆鬆炭的感覺 8100元 拿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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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馬芳芳 18年6月份 化療掉頭髮 然後在這買假髮的時候 認識王老師的 放療的時候 每天來這店裡 溜了一圈 然後王老師就看見我心情不好 感覺又有點壓抑 讓我走出來 天天找我聊天 然後就說 那你現在幹啥工作 我說啥也沒有 那你恢復好了 你這樣不掙錢怎麼樣 然後自己在這兒收留了我 我想給他方便一點 你在我這裡坐吧 他說我原來工資也不高 我買不起假髮 我說沒事 你在我這上班 你就能可以買得起的 謝謝媽媽 真的變了 這麼長頭髮得長多長時間長 她說沒有頭髮的話 走路都是那種挺不起腰 老低著頭 怕別人看見 哎喲你他是不是有病啊 是怎麼了 第一次戴上假髮也是 不那麼自卑的 挺高興地走出去了 就在把那個腰都直起來了 每天見到那些病友 他們說 哎呀你這頭髮沒掉啊 我說掉了呀 他說怎麼看不出來呢 戴著假髮 哎呀 就挺滿意 心裡特別高興 當戴上假髮以後呢 他能照鏡子 好像記不起他生病了 也不影響打扮呢 我做完了以後 我要自我欣賞一下 客人在那兒感覺滿意 我心裡更舒服 我化療已經結束了 頭髮已經開始長了 這個過程聽起來 一開始的時候你會害怕 但真正走下來的時候 你覺得沒那麼難 只要自己堅定信心 有樂觀 什麼事情都會過去 看清我的頭髮長出來 我跟你說我特別高興 誰要噴我一下頭髮 我都不讓他們噴 我頭髮長出來就是和我的命是一樣 我想跟正在抗癌的病友們說一說 這也是一個治療的過程 你這個過程 現在頭髮過了 頭髮還會長 你要是現在自卑的話 你心裡也老是壓抑著 對你的治療方案也不好 不要把自己想是一個病人來買開代 就是把自己當成一個正常人來開代 然後慢慢地就恢復好 小姐姐剪頭剪過來 我給你看了 我給你看了 我不看 我不看 你現在人不剪過來 我不可以剪 你買不買假髮 我這裡都歡迎你來 在我這裡歇一歇 喝點水聊聊天 只要你想看星球美 誰是找我 你只管安心地看病 不再擔憂 因為頭髮 我沒法出來 可以讓你開心 照鏡子 露出笑容 用美來戰勝所有的疾病